这个十月来讲的话 一次确定会跳票 但至于是不是能在年底 取得实用执照 这个是我们要求远雄要努力的目标 任职最后一年 科匹一度改口 要和远雄协调权力金问题 没想到最后仍然无解 说好的十月底营院 最后还是跳票 否则的话就会回到原本 就是零权力金 谈判会破局等等 又说这两件事情要脱钩 所以你们市政府的说法 实际于谈判的人跟科市长 跟黄山副市长讲法 对外的讲法又不一样 所以这中间到底怎么回事 在打假球吗 大巨蛋筹位处副执行长陈世浩 指出目前大巨蛋主体 截至五月底进度 虽然94%完工 但剩余的6%牵制防火区规划 包含逃生区规划防火门等 属于中央审查部分 按规定不能施工 大巨蛋何时可以完成 竟然我们以台北市政府的立场 找不到这种可以 可以去要求赔赏或什么 所以我想这个变成 我觉得合约实在是太扯了 2014年底 柯文哲上任台北市长后 狠呛前朝 对大巨蛋规划 八年任期过去 最后恐怕仍是烂尾收场 天员新闻华少平曹昭元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